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情况下的一个很好的性质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反过来将这个事情弄得更复杂一些 这种貌似向后退是值得的 因为我们很快就会因为这种暂时的后退而反过来大踏步的前进 所以去解决更大的问题 更通用的问题 这里也是一样 刚才我们用到的是一个简单的 针对于一个有序序列的线性的扫描 这个已经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我们现在要把它弄得更复杂一些 我们要将刚才那个线性的序列组织为 我们此前或许你已经比较熟悉的一个数据结构 这个数据结构非常有名 也非常的实用 它也就是所谓的HIP 在这里因为我们刚才已经假想着为了想象方便 将那个unbonded的那个range 经过90度的旋转使得它开口向上 也就是成为我们说的grounded一个query range 那么相应的呢 我们这里采用的也就是堆的两种选择中的一种 虽然它们都是等价和对称的 最小堆 好 鉴于有些同学可能以前不是很了解 我这里稍微补充的介绍两句 如果你已经很了解 你可以跳过这一段 好 我们说所谓的一个minimum HIP 其实本身从逻辑托普来看 是一个竖形的结构 而且一般我们就采用binary tree那种结构 所以这种堆也称为binary HIP 每一个节点处 如果有孩子的话 至多有两个 而且用左和右来区分 好 那么它的这个规则 只有一条 非常的简明 就在于此 也就是每一个节点都会有一个关键码 我们称作为key 那么对于任何的一个节点V来说 如果它不是根 除根以外 那么它就必然有一个父亲 那么它的关键码 要不得小于它的父亲 或者简而言之 越高层 越是父辈的 主辈的 越高层的元素 相对来说关键码 更小 所以整体而言 在全局最小的 那个元素 必然就会固定出现在 树根 在这里 在这里我们称之为堆顶 好 正因为这个堆顶总是最小的 所以也相应的称这种堆为minimum heap 强调一下 minimum heap 这个最小元素出现在根 是全局的一个特性 而这个全局的特性是由于它在处处都满足于这样一个特性而造成的 而这个特性我们也称它叫做堆的堆序性 Order Property 当然我们还需要强调的是 对于一个堆来说 其实它的组成是非常自由的 不需要像我们的BBS-T一样 一般要经过平衡化处理 所以它有可能不是平衡的 当然也更谈不上是所谓完全的 它可以缺枝少页 可以缺一个分支 多一个分支 甚至深度可以很深 如果你没有特别的需要的话 确实可以如此 好 这就是我们说的一般意义的最小堆